食道癌的手术方式 食道癌的切除 从大的方向分为微创手术 胸腔镜的手术和传统的开胸手术 传统的开胸手术 胸外科手术来说 有食道切除 食管味的吻合术 还有食道癌切除 食道切除 横截肠带食管的吻合方式 这两种方式适用于颈段和胸上段的 和一部分胸中段的食道癌 这类具体到横截肠带胃 适合于胃无法使用的患者 还有第三类传统手术 叫姑息性的手术 当你癌肿 食道癌的肿瘤已经无法切除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做胃躁 食道内质管 或者是食道胃空肠转流的这种手术方式 这些都是解决一个患者的一个进食方面的手术方式 目前近几年也有采用微创治疗食道癌的手术方式 目前来说 按照现在国内国外通用的标准 适合于发现的比较早期的 或者是中早期的食道癌患者 在胸部和腹部 采取胸腔镜 腹腔镜的方式 减少患者创伤 完了也是通过胃来替代食道 感谢观看